好 我們這邊來欣賞一下 神夏要來打春日籤的地獄級關卡了 第一關這邊的話應該是 真王關吧 如果你有把技能洗出來 後面好像都還蠻 蠻穩定的 第一關這邊先把真式的珠子拉出來用 這邊數字盾就非常漂亮的疊珠扣掉一半的血了 第四隻是光硬度用來增傷的 同時消光暗星會有2.2倍 多一個神就持續一回合 來 這邊最後一回合了齁 這一回合一定要帶走了 17顆 這邊也是稍微疊珠 一個雙層疊 非常漂亮齁 天將來到13康 好 帶走 來 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是鬼姬黏斧 這邊要稍微洗一下技能了 神夏的減傷幅度真的是非常的巨大齁 這邊把真式變身開下去 1技也開下去了 1技也開下去了 這邊把神夏再開下去 增傷也開 這邊靠著技能來到12康 這樣子帶走沒問題 來 第三關是浮石騙你半套不能手消水 這邊再開神夏把水炸掉 文武取星也補下去了 整版轉成神牆 然後這邊帶走右邊 左邊就會自殺了 來 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是打30下 印記不可以疊到10個 不然會直接死去齁 這邊有要先開還原版面嗎 這個暗看了我好害怕 這邊有消到印記 直接把暗炸掉 神夏直接把暗炸掉了齁 這邊還有10下要打 這邊還有10下要打 那真式好像也還沒有去累積同步率 這邊都先把珠子隔開 神夏再去把暗炸掉 這是炸暗跟木了 然後增傷也補下去 這邊有要去累積同步率 哇 這邊剛好是一個滿版啊 好舒服啊 這邊直接帶走 來 二血引爆光來增加自己攻擊齁 這邊直接復銷開下去 就沒有被攻擊歸零的問題了 神夏也是補了一隻下去 這邊又一個滿版 哇 漂亮 這邊真式的大拳頭帶過去了 打了45億啊 好 接著是克屬盾齁 來這邊要等他轉屬 這邊也是要稍微把技能洗回來 這邊暴走 這有去消一康 這邊應該是要再等他轉回火屬齁 好 暴走技衣是開到了啦 暴走技術也開到了 暴走技術也開到了 好 這邊轉回火屬 好 開到還原版面 這邊應該是要賭開到技術之後垂過去啊 這邊又開到技術 真是很不聽話齁 好 遲遲沒有開到技術 好 又是技術 好 技術 好 技術 好 技術 開到了 好 接著剛好轉到火 這邊就直接開神下 補傷害上去齁 好 文武取星也開下去了 好 這邊就是要再靠著真式的大拳頭 好 好 灌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六關 來 第六關這邊 手消指令8齁 然後不能 手消到水 因為是開到還原版面啦 所以也沒有被冰封住齁 這邊先去把水疊掉 6康以下都有減傷 好 這邊再去把水疊掉 又是瘋狂的開到技術齁 感覺是非常需要技術的時候 好 技術來了 這邊把水火炸掉 來 8康 8康很吃板麵齁 來 這邊直接轉到沒問題 OK 真式的大拳頭又錘過去了 王一是先攻當前99% 那打你之後會瘋化 那這邊是剛好開到暴走技術啊 就把他炸掉 好 這邊直接開龍克岩石 好 這邊直接開龍克岩石 好 因為這邊你如果要打出傷害 很高的機率會大於六康齁 那大於六康的話 就會失去那個減傷的效果了 這邊用龍克先稍微拖住 因為這隻無法控制啦 所以也沒辦法靠技術來拖住他 好 這邊一個疊珠 OK 好 這邊就只能等龍克再跳起來一次喔 不然就是要想辦法擋死了 或者是不要轉那麼大力 然後又打掉血 可是不太可能齁 很高機率會超過六康 好 這邊 反而瘋狂開到暴走技術 好 龍克還差一點點齁 好 或者是這邊 阿 不行不行不行 疊珠下來也是有算齁 這邊不要忘記還有回復剩5%齁 好 龍克是又跳起來了 那這邊有要 準備進攻了嗎 應該是在等一次暴走技術齁 好 來 機會來了 直接轉 這邊也是稍微疊一下珠子 漂亮 哇 兩邊都疊到 來 這邊再把龍克開下去 哇 這個龍克的手術 太誇張了 好 暴走技術 來 這邊把火岸炸掉 來 這邊把火岸炸掉 好 帶走 還沒帶走 還沒帶走 還有一回合 還有一回合 這邊又有暴走技術開到啦 好 這邊直接帶走 沒問題 來 這個二血齁 五鼠強化 然後手銷進光暗 那這邊應該就是去疊珠了 好 還沒有要去解掉齁 來 暴走技術又來了 這邊有辦法直接解嗎 好 有開到牌珠 但是這樣子是沒有強化的 還是要用文武取星呢 好 這邊炸星 好 增傷開下去 文武取星也補下去 好啦 看來是這一回合要去跟他說再見了齁 好啦 那感謝觀眾幫我們 提供這個神族夏瑪西齁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噗 好 再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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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